大家好,今天是初七人日 我主婦在廚房祝大家生日快樂 心想事成,吃亦不胖,亦很開心 我今天會分享紅油抄手 材料,我昨天包餃子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做的豬肉 花椒油,芝麻,蒜泥 我喜歡加蒜泥,因為會融化 鎮干醋,豉油,比例是三分之一 我很喜歡用桂林辣椒油的渣 如果大家喜歡吃桂林辣椒油都會知道 最後只剩下渣,沒有油 但我發覺用來調涼拌的麻辣,很好吃 還有花椒的紅油,蔥粒,麻油,熟的水 還有渣酸蓉,我待會撒在表面 昨天剩下了一些方形的餃子皮 我們先混醬,待會再做餃子 其實就把老抽,鎮干醋 桂林辣椒的渣,花椒油,麻油 芝麻,蒜泥,加少許水 攪拌均勻 這個紅油我最後才淋在邊 現在大家可以試一下味道 我的砂糖放在一邊 大家沒有拍到那個砂糖 真的不好意思,要加些砂糖 剛剛試了味道,很香 也不是太辣,OK的,沒問題 如果大家覺得我很想吃紅油抄手 但我吃不到這麼辣,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飛了花椒油,也不要辣椒渣 你可以用豆瓣醬來做的 我朋友問我蒜泥怎麼做 其實肥佬買了,在淘寶買了這些給我 裡面就可以做一些蒜泥 也可以切薑片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 它是在淘寶賣回來的 是淘寶迷來的 我有很多家裡廚房也是它賣回來 我們這樣按著它 然後就這樣 大家看到反光的蒜泥已經出來了 我很喜歡用蒜泥的 因為有時候就懶得剁蒜肉 這樣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東西大家要自己上淘寶看看 它國語是用什麼 我們現在就包一個抄手 我今天的包法和今天不同 這個就方便一點的 怕包得不清楚 現在放了一塊肉在中間 紅油抄手不需要那麼大塊肉 我們就塗一些熟的水 然後對摺 我昨天就在這裡這樣屈 這個就方便一點 調轉 摺一摺 在這個位置 這樣一按 這樣就可以了 可能反光 這樣就可以了 調轉來放 這個就是三角形的對摺 所以我們做的時候 現在就是零形向著自己 在這裡塗一些水 然後對摺三角形 按一下它 然後轉過來 在這個位置塗一些水 屈一屈 看看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另一個做法 其實是餃子做很多的包法 還有第三個方法 一樣放肉在中間 然後我捏一捏它 另外移一移 再捏一捏 由於我現在這個皮已經脆了 但綠是沒有問題的 吃的時候是吃不到脆的 一樣都是軟的 不過我就捏得沒那麼漂亮 如果你賣新鮮的皮 就會比較漂亮 這樣就完成了 大家看到嗎 這個方法就這樣捏下去 因為我的皮現在有點硬 所以拿得不太漂亮 但待會煮的時候是不會散的 這個就比較方便一點 還有不需要下水 軟身的時候捏就會好一點 我現在就硬做給大家 如果大家不喜歡 不要罵我 我現在就去煮了餃子 這裡還剩了些豬肉 可以留回今晚來蒸水蛋 隨你喜歡 有些人喜歡用清水 不過我會加少許味 加少許鹽 加少許雞粉 隨大家喜歡 給三個碟 因為我四隻一碟 四隻一碟 另外三隻一碟 我先把剛才的醬汁放進碟裡 問我的紅油是誰 我是買來的這隻花椒油 不過它是紅色的 我另外也有一隻花椒油 是黃黃色的 那隻比較辣一點的 不過我的醬汁是不夠分的 但不要緊 水大滾了 我們先把餃子放進去 我們先把餃子放進去 其實不怕會黏在一起 因為我之前都是這樣做 沒問題 如果它待會黏在底 你就會動一動 沒問題 因為昨天我們一堆六二十隻 都放在這個鍋裡 都沒問題 OK 蓋上蓋 有朋友問我 為何是六百分鐘這麼久 其實都可以不小 可能我昨天都可以 不過可能我昨天走一走 擁一下 小心擁一下 不過很少會跌 現在已經幾分鐘 因為餃子裡面的空氣會脹得很厲害 所以我會加一些水 之後再大滾 關火就會上了 如果大家覺得煩的話 可以不做也可以 直接上來也可以 不過我就是喜歡這個方法 它一滾可以關火 這個應該是摺三個型的 我們盡量避免好水才放進去 這個大一點我就放在這個位置 這三隻應該是剛才用手鏈的三隻 都沒問題 我們就把水放進去 放在這個位置 這四隻應該是我第一隻包 我就放進另一個盒子 現在已經完成了 我喜歡最後才放在旁邊放些紅油 隨大家喜歡 如果覺得煩可以早早就放進去 我覺得這個也挺香的 我會加一點炸蒜蓉 如果你們不喜歡可以不加 其實我自己買一袋 放進去 放一點 原來蓋子蓋了 放進炸蒜蓉 我會加一點炸蒜蓉 如果大家不喜歡可以不加 放些蔥 如果大家說很怕吃蔥 都可以不放 沒想過做三碟出來 所以可能差一點 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 這個應該是三角形的 然後這個就是對摺的 原來這個是一手捏著的 我拿出去再給大家看 大家看看 好香噴噴 因為今天肥腦翻眼 所以我多煮也不怕 OK 我拿出天 給大家看多一次 其實我大碟這碟 那個醬汁不夠 我待會再混一混 如果大家好像用我這個碟 應該要多混 因為剛才我沒有想過剩三碟 打算混合 好現在我夾一塊給大家看 其實味道一樣 這個就是剛才一手拿起的 我們就沾了一些醋 因為它有點醋酸酸辣辣 好大家看一下 先加一塊 嗯 很好味 醋很好味 因為它抖乾醋和辣 我覺得很好吃 不錯不錯不錯 這個方法真的很難 大家最好試醬汁才好調 如果喜歡吃甜點 我多加點糖 好 另外再配合這個 應該是三角形的 大家看一下 哎呀 加不到 這個應該是三角形的 其實味道也一樣 好味道 好味道 然後再配合這個 一個是剛才我對摺屈的 其實每一塊味道都一樣 今天初七 好 祝大家人人都快樂 人人都生日 人人都開心 那今集是這麼多 這個方法其實很簡單 希望大家喜歡我的分享 如果大家真的很怕辣 就可以配上辣椒油 用豆瓣醬來做都可以 而且真的很想吃 又不想包餃子 其實你可以買現成的餃子 錄去之後開這個汁也可以做 那今集是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集再見 拜拜